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聚焦亞洲市場透視全球動態 各位好 我是萬俊 智利師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中美關係回暖也帶動了 資本市場的情緒 雖然受人民幣匯價連漲兩天 但股市仍然是不溫不火 今天衝高回落 沒能夠穩住聲勢 投資者還能夠在此時乘勝追擊嗎 另外一方面 OpenAI的創始人被踢出局 而公司員工聯署抗議 董事會更是面臨被起訴的風險 人工智能公司 能夠足夠智能地解決困境嗎 今天的節目答案 都會為您詳細的解讀和分析 首先我們就一塊來看看 中美關係在最近是顯著地出現了 回暖這個市場帶來了久違的利好 那隨著美聯儲加息的預期降溫 美元匯價明顯出現回落 人民幣趁勢反攻 而再離暗價在今天是繼續 齊頭並漲 而在再暗價兩天內 大漲超過了1100個基點 積極因素不斷地累積 那市場配置中國資產的信心 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近日 中美兩國元首 在舊金山裴洛里莊園 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會晤 雙方就事關中美關係的 戰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問題 以及包括禁毒 軍事 科技 氣候 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等重大問題 進行深入溝通 外界普遍預計 本輪對話將有效推動 兩國管控分歧 求同存異 中美關係透露的回暖跡象 帶給資本市場久違的慰藉 疊加美國近期的通脹壓力 逐漸緩解 中國經濟數據也顯示出 持續復甦的態勢 進一步提振市場信心 地險情緒降溫也帶動美債市場 回暖 基準10年期收益率 本月累計下跌近50個幾點 到4.4%一線 美元指數也持續回落 周二亞洲時段跌破103.2水平 刷新兩個半月低位 非美貨幣趁勢返工 歐元 英镑 日元等 匯價均突破階段高位 港元流動性趨於偏僅 港元拆息連續第三天全線走高 三個月拆息升穿5.5% 刷新23年新高 港元匯價刷新11個月新高 人民幣則延續強勢 對美元中間價周二大幅上調206個基点 暴7.1406 闖8月7日以來的最高 過去兩天共計上調322個基点 在岸及其匯價早盤一度大漲近450個基点 收盤時暴7.1338 創下7月14日以來的新高 兩日共計漲超1100個基点 離岸匯價同步升穿7.14關口 創7月31日以來的新高 並且是接近4個月以來首次超過中間價 人民幣也再度實現了 在岸 離岸和中間價的三價合一 與此同時 人民銀行今日在香港繼續招標發行央票 三個月期發行規模達到300億元 創下在岸離岸央票單期最高 自今年8月起 人行明顯增加了在岸發行央票的規模 中標利率也大幅提高 此舉被市場普遍認為 是央行在回收離岸人民幣流動性 釋放維穩會市的政策信號 而在股市方面 內地A股今天衝高回落 主要股指早盤全線飘紅 北正五零指數盤中一度大漲11% 總成交額達到102億元 創歷史新高 但午後各指數相繼走弱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報道指 中國監管層正在起草一份包括50家 有資格獲得一系列融資的 房地產開發商名單 而融創中國和萬達也最新公布了 債務化解方案 刺激房地產板塊普遍走強 不過光伏等科技股偏軟 扣創五零指數跌近0.9% 港股早盤也在內房股的強勢拉升下 再度占上18000點大關 但午後市況轉差 回落到平盤線附近震道 為了這一系列的變動 我們來和財經評論員周鴻先生 一塊來探討分析 就是您看在最近中美元首會晤之後 大家一直都在關注中美關係 接下來會朝什麼一個方案在走 您之前特別提到了 其實現在是處於中美關係的 這樣一個比較好的窗口期 我們可以看中國有句老話 叫聽其言 關其行嗎 現在美國這邊其實是不是也釋放出了一些 兩國關係轉暖的 這樣一些信號在裡頭呢 現在 對 就是從會晤以後 我們其實看到白宮方面 還是高度重視的 就是白宮方面有三場的 這個相關的記者會 來介紹這個情況 而且拜登總統他也親自 在世界上媒體上說 這次會晤是他以前這些會晤當中 最富有成效和最富有建設性的 當然就是從資本市場的反應 它也是根據過去這個週末 整個政治經濟界的各種評論 所以我這兩天也是仔細看了一下 像美國這些報紙 對這次會議的一些評估 還包括它一些細節問題 包括像這個在那次晚宴上面 因為這是對華友好的一些團體 他們聯合舉辦的 他特別談到說中方這邊的這個發言 這個是他們說的 不一定是很準確的消息 說準備了三份稿子 因為是和拜登那個會晤很好 拿了一份最友好的稿子出來 就是來給大家講 來和大家交流 其實整個交流過程當中 就展現出中國是要選擇和美國做夥伴 而不是做對手 這個信息非常強烈地傳遞給了美國人 在場的美國人也好 還有從這個解讀當中也看到了 中方是有這麼一個信息傳遞出來 但是從美方那邊來看 無論是拜登還是參加那次晚宴的 雷蒙多商務部長 都說還是競爭 但是競爭當中 他們也說是要管控這個競爭 不至於讓它變成一個衝突 但是總的來說 我們其實看到無論是這個資本市場 還是說其他的這個相關的各界 都已經收到了這個消息 所以中美之間在一個可預見的將來 哪怕是幾個月它是處在一個相對比較緩和的狀態 這樣也會帶著整個西方的世界 想馬上就會舉行的中國和歐盟的峰會 來和中國進入一個相對比較緩和的這麼一個窗口 其實您特別提到了一點 就是大家接下來都比較關注 就是資本市場的這樣一個表現 其實在近期可以看到 反正股市也好 匯市也好 人民幣在最近的這個漲勢是比較明顯的 確實很多的分析也都認為 這確實是和中美之間的關係出現緩和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這樣一個作用在裡頭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怎麼看實體經濟後期的這個走勢 特別是對於外資 什麼時候對於中國資產的這種青睞度 在不斷地出現變化 是不是接下來大家要比較關注的這樣一個方向了 對 我們首先看到就是這兩天 人民幣的匯率在快速地上揚 當然是對美元 其實在過去這一兩個月當中 像歐元和英鎊 因為它的這個利率也提升上來了 所以它和美元的那種匯率的差距 從去年年底就開始縮小了 由於中國和日本 它和美國經濟不是在同一個週期上面 所以看到日元也好 人民幣它是相對受壓力的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這兩天 人民幣就明顯地回來 它有各種因素構成的 包括中國國內的經濟 像零售數據比預期的要好很多等等 但總的來說 它受到這種市場情緒的影響 其實今天還有一些有意思的消息 雖然中國的股市沒有漲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 現在外資在討論 它這個說法很有意思 說在過去這一兩個月 從今年以來進來的外資撤了 那它們在盤算什麼時候再進來 所以它這個說法 還是以前那種政治套路 但總的來說 它又看到了另一種方向 說是要盤算著再進來 這也就意味著 整個金融市場的情緒也在變 當然我們更關心的就是中國吸引的外資 特別是中國的資本賬戶 看到在過去這一個季度 它有這個流出的這種情況 但這個流出到底是外資 它匯匯的利潤流出 還是因為它別的 比如說像美元的利率比較高 它是拿回去那邊進行 這個重新的這種配置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一些都有待於詳細的 更準確的數據出 但總的來說 中國也是向外界釋放一個強烈的信息 中國是歡迎外資過來 包括在這個蜿蜒前 中國相關的領導人 還是和外資進行了頻繁的互動 所以不管怎麼說 還是那句老合則兩立 在這個時間點上 中國經濟還在復甦的進行過程當中 有這麼好的這樣一個利好的消息 中美關係的轉暖 確實是有一個比較良性的 這樣一個促進作用在這裡 特別感謝周文貴先生給我們做出的 解讀和分析 中美關係的積極進展 也是近期人民幣匯價強勢 反攻的一大助力了 那匯價走強 將會為中國資產帶來怎樣的變化 下一節呢 我們將會和A股策略分析師 吳宣先生一塊來探討分析 稍後見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接下來和大家持續來關注 我們的中國資產接下來的走勢 我們也特別邀請到了 A股策略分析師 吳宣先生一塊來探討分析 吳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 吳先生我們可以看 人民幣匯率 在昨天是迎來了一個強勢反彈之後 今天呢仍然保持了上漲的勢頭 我們可以看到 離岸人民幣更是一天之內 被連破五個關口 兩個交易日的升幅差不多 僅僅1%了 這輪人民幣強勢的反彈 您覺得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的 那首先大家能看到一點 就是在整個人民幣的 我們經常說的三種匯率 一個是離岸 一個是在岸 一個是中年價 那這一波呢 應該說離岸的匯率表現 是更為突出 其實離岸匯率呢 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一個 就是未來匯率變動的預期 所以它疊加了預期這樣的一個成分 那我們認為呢 其實整個推動本輪 人民幣匯率 譚生了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個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在此次APEC會議當中 中美兩個元首 事隔一年之後呢 再次進行了線下的會晤 那麼在這次會晤當中呢 重點呢就這個貿易 包括呢 未來的教育交流 還有呢 毒品合作 未來呢 可能都是有一個什麼樣的 釋放出了非常積極的信號 而中美兩國的這種 階段性關係的緩和 可以說對市場整個的未來的預期呢 是做出了非常積極的一個什麼樣的 這種提振 第二個呢 我們認為跟宏觀經濟預期有關 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伴隨著整個中美關係的緩和 未來對於整個中美貿易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應該說也有了更多的一個什麼預期 我們也知道在這一次的這個 APEC會議當中 我們的這個商務部長和這個美國的這個商務部長 雷蒙多呢 兩個人呢 也進行了第一次部長級的一個交流 那麼這次的交談呢 對於未來 那麼中美的貿易的這種積極的一個變化 應該說市場也有很好的一個預期 那麼另外一個呢 我們認為就是主要集中在 整個的一個匯率變動的一個根本因素上 就是美元匯率的一個走軟 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從去年的一季度開始 那麼美元匯率呢 是在整個美聯儲強勢加息之下 步入到了一個中長期上升的一個軌道當中 而隨著美聯儲進入到本輪加息尾聲之後 那麼美元的支撐因素呢 將會逐漸地失去 所以整個美元指數的一個回落 給人民幣匯率的彈生呢 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基礎 最後一個呢 其實從整個的一個預期 我們所說的資金供求關係 我們也知道呢 近期整個中長期美債收率 特別是10年期美債收率 差不多回落了差不多有50個基點 那麼這個收率的回落之後呢 必然會帶來什麼呢 帶來人民幣資產的這個再次的一個回流 所以它對於整個的一個 目前的人幣匯率呢 也起到了助推的一個作用 那吳先生您看在人民幣升破7.2之後 是否還有回升的空間呢 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如果把時間周期再拉長到3到6個月 我個人認為呢 如果以這個離岸匯率來計算的話 人民幣離岸匯率呢 很有可能會回到7附近 甚至有可能要回到7以內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認為樂觀情況下呢 人民幣離岸匯率有可能會達到 6.85到7左右這樣的一個水平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這個推斷呢 我們認為主要跟中國的這個經濟預期 回暖有直接的一個關係 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從整個10月份的 宏觀經濟數據來看 儘管呢有稀有優 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就是PMI的數據呢 再度出現回落 但是喜的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我們社會消費比留售總額 出現了明顯的一個持續回升 另外一個呢 就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一個彈升 我們認為這兩項數據的回升 都說明今年的三季度 很有可能成為全年經濟增速的一個拐點 而四季度的增速的回升 伴隨著在今年年內 再次增發了大概1萬億的這個國債 我們認為呢這1萬億的國債 那麼將會對於整個的四季度 和明年的經濟的增速 有很好的一個抬升的作用 我們預測了一下 大概呢對於整個GDP增速 應該能達到0.2到0.3的一個水平 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認為整個人民幣匯率 在明年上面年 應該說整體的這種反彈的基礎 是比較牢靠的 嗯 那吳先生我們看在人民幣匯率 持續走強 隔夜中概股 富時中國A50指數的期貨 如果都出現大漲的這個背景之下 您覺得A股能不能迎來一個新的行情呢 實際上呢在整個今天盤面上 A股基本上呢是有點虎頭蛇尾的感覺 衝高回落 那麼相信很多人認為呢 那這麼隔夜的中概股的彈升啊 包括這個富時A50指數的一個上行 似乎對A股並沒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我們認為呢 這恰恰反映出了目前A股的一個 到了反彈的一個關鍵階段 這個反彈的關鍵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叫 這個叫就力 就力以示 但心力未生 這個心力呢更多的還是在政策預期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目前儘管呢 整個人民幣匯率出現了明顯的彈升 但是外資的回流的步伐 似乎還是比較猶疑 那麼在目前市場資金面 相對來說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之前 目前場內的資金面依然是怎麼樣呢 這個我們應該叫捉金見種 為什麼捉金見種呢 在早盤市場反彈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像房地產 金融及食品飲料出現明顯上漲 但是代價是什麼呢 是前期漲幅相對較好的 這個科技成長賽道出現了明顯的回落 那麼這說明目前市場的資金面 還承載不了更多的風格的同時存在 所以我們認為短期來看 那麼市場的這種反彈 到了一個攻堅階段 但是攻堅階段 並不意味著反彈的結束 相反我們認為 可能大概在有這個一到一周左右的時間 那麼反彈的攻堅階段就能夠結束 那麼後期市場將進入到 反彈更高層面的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麼在反彈到來之際 吳先生您覺得哪些板塊 可能會率先迎來新的機會呢 那麼其實這塊呢 就要從整個這次反彈當中 始作俑者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今年其實在整個外資持續流出的背景下 尤其是在這個8月份和9月份 連續大幅流出的背景下 那麼內資特別是游資 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而且從這一波反彈來看 從10月下旬到目前11月中旬 那麼基本上反彈幅度最大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所說的TMT賽道 包括智能製造 像我們看到的傳媒 通信 計算機 電子 那麼這些板塊應該說 在今年以來都是被這種資金 長期的駐紮其中 所以我們認為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有一句話一定要記住 叫秦賊先親王 我們要去關注在資金常駐其中 那麼它必然後面會有看高一線的表現 而當然很多偷偷會說了 那如果我的這個資產更多的套在 這個長期下跌的 像包括醫藥 像包括白酒 這樣的價值賽道 我們有沒有超級反彈的機會 我們認為也是有的 因為從整個外資回流A股來看 一般配置型資金回流A股的話 它會優先考慮這些什麼樣的低估值 而且相對來說股息率處在相對高位的 這種價值籃籌 所以我們認為投資者其實不必過分地擔心 我們認為這一波行情抓住兩條主線 第一 抓科技成長 第二 加我們所說的價值籃籌的 這種估值修復 都有這種反彈的這樣的一個動能 好 今天也非常感謝吳宣先生 來到節目當中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 那麼在下節 我們將繼續帶各位來關注 更多的財經資訊 稍後見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接下來和大家一塊來關注一組財經資訊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認為通脹高企 是導致民眾對於經濟出現負面看法的原因之一 而紐約聯儲銀行的最新調查則顯示 過去一年消費者對於新增貸款的需求疲弱 情況將會持續一段時間 而另外評級機構穆迪則表示 雖然債勢出現了波動 但市場對於美債的結構性需求 仍然強烈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接受財經頻道 CNBC訪問時承認 食品價格上升與租金高漲 是導致美國民眾對經濟持有負面看法的 主要因素之一 耶倫指出 當局已經全力壓抑通脹 但民眾應有心理準備 物價難以回落至新冠疫情前水平 耶倫強調 政府將會努力向民眾解釋 美國經濟表現良好 拜登經濟學行之有效 而紐約聯儲銀行最新調查顯示 過去一年消費者申請新信貸的比例 為41.2% 比前一年同期的44.8%低 但認為是屬於可預見的倒退 調查同時發現 預期明年申請較多信貸的受訪者比例 為25.1% 低於過去一年的25.9% 紐約聯儲指去年對新貸款的需求疲弱 情況預料持續一段時間 而評級機構穆迪月初 雖然已將美國的信用評級 由穩定下調到負面 加上近期公債市場出現波動 但公司發現美債的結構性需求 依然強勁 穆迪指出 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 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來提高美債市場的韌性和效率 預料市場結構將繼續演變 展望未來 隨著美聯儲縮減美債持有量 外國央行機構 養老基金 保險公司 以及家庭 將成為市場的穩定因素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愛永發表報告指出 受到了高利率和地緣增值因素的拖累 今年全球新股集資活動持續放緩 報告預計 今年全球一共有1244家企業上市 共集資1192億美元 同比分別下跌12%和35% 其中 香港新股的市場全年集資額 預計只有413億港元 同比下跌59% 這也創下了近20年以來最低 排名由第二跌至到第六 而位於印度之後 而內地A股在今年的新股集資額 則預計超過3500億元人民幣 同比下跌41% 不過仍然佔到全球總集資額40%以上 IOM也表示 明年經濟環境和資本市場表現 將繼續影響A股IPO發行的節奏 而預計會在一定時間內保持收緊的態勢 人工智能應用程序 Track GPT的母公司 OpenAI創始人奧爾特曼被罷免之後 公司有大約90%的員工 聯署抗議並且威脅要辭職 部分投資者也考慮 要對董事會進行起訴 有超過700名OpenAI的員工 聯合向董事會發信 要求現任董事會成員辭職 並且讓奧爾特曼重新擔任行政總裁 聯合創始人兼前主席布羅克曼 也要重新歸位 而其中公司的另外一名聯合創始人 首席科學家兼董事會成員 蘇茨克維也在信中簽署 OpenAI在上週五辭去了奧爾特曼 微軟隨後宣布聘用他和內羅克曼加盟 領導一個新的高級人工智能研究部門 另外 路透社引述了支持人士指出 部分OPAI的投資者擔心公司員工大量流失 也正在計劃對公司的董事會 採取法律行動 至於在亞太區內其他媒體 還在關注哪些財經熱點 我們一塊兒來了解一下 韓國媒體關注 儘管央行利率仍保持在限制性水平 但韓國家庭債務連續兩季增長 並刷新歷史新高 第三季信貸總額增至1875.6萬億韓元 環比增長0.8% 其中住房抵押貸款增幅高達4% 達到創紀錄的1049.1萬億韓元 凸顯居民貸款購房的需求難以抑制 韓國央行行行長李昌雍警告 如果家庭債務繼續攀升 可能會在必要時進一步調整利率 泰國媒體報道 曼谷捷運BTS綠線延長線 即將在下月底開始執行15泰銖的收費標準 BTS綠線延長線車輛 由中國中車長客股分公司研製 自2019年12月開通運營以來 一直提供免費乘坐服務 不過由於曼谷債務負擔問題 行政法院責令市政 與交通部門商議 關於票價收取的標準 目前雙方進展順利 預計將從12月底 執行相關收費標準 轉職跳槽旺季到來 金融業仍是上班族最嚮往的行業 台灣媒體報道 今年前9個月 金融從業者平均月薪超過10萬4千台幣 穩定的調薪制度和優惠利率等福利 也頗具吸引力 具有80%或以上的上班族表示 年終獎金和固定調薪 是轉職時最為看重的條件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亞洲財經透視的全部內容 感謝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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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